而这位叱咤正坛的铁娘子也曾两度造访台湾 当时他下他的饭店来准备了中式料理让他享用 其中一道酸甜的这个凤梨菇老肉让他为一只惊艳 为台湾的种种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而且这饭店里头有张沙发让他坐上去 感觉就像回家一样 梅花筋肉下锅滋滋作响 没多久一盘香味肆意的凤梨菇老肉上桌 这就是前英国首相柴奇尔夫人来台时的最爱 还有乳猪瓶脆皮鸡跟竹参龙虾炸等中式料理 都曾让铁娘子唇齿流香 外国人也比较爱那个酸酸甜甜 然后脆脆的那口感很 1992年和1996年两度来台留下这张照片 照片中的柴奇尔夫人穿着经典的蓝色套装品味 始终一致 到了台湾也要求下他的饭店要有所准备 总统套房布置典雅 床铺台等等家具都走密白色柔和基调 饭店业者把摆饰维持的和20年前的风格相同 尤其是这套让柴奇尔夫人像回到英国住家一样的沙发 也摆在同个位置 约90平的空间留下他的足迹 亲切的形象也留在台湾人的心里 中天新闻李红杰无前阳台被采访报道